看到娱乐圈里成双成对的 小库这单身汉的心情 有谁知道 好在小库还有个心理慰藉 那就是霸气的新爷 所以当我听说甜心在恒店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拍主播神探时 小库二话不说 就去了趟大横国 探我女神的班 瞧瞧这顺眼惺忪的可爱模样 小库都快被萌化了好吗 不过我说新爷啊 这次你微服私房 是单纯的来看爸爸妈妈呢 还是准备客串一把 演个角色呢 行 没事过来溜达一圈 来导个戏什么 那会不会又晒又黑啊 你还白着呢 反正这次挺接地气的 你说到街上就黑了八几个 那你就是会不会在这个戏里面弄的电影 考虑过 考虑过 看如果有需要的话 对 甜心现在更愿意当导演 对 经常把导演从桌子上给请下去之后 导演说来你来一道了 甜心坐在上面吹着风很舒服 看着我们演戏 哎呀 果然新爷就是新爷 你一上来就要当导演 但小酷还是慈心的 想你上爸爸回来了第三季 因为那样才能长时间看到你 有第三季吗 应该有 还没有 还没有抛出橄榄枝 然后网上还有传闻 说爸爸去哪儿也会去 要新爷吧 看看新爷吧 因为新爷现在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大家看看他愿意去哪个 我们就听他的嘛 对 毕竟 现在已经完全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的一个判断能力了 对 有酷全娱乐 新爷一出手 头条肯定有 横店报道 看到娱乐圈里成双成对的 小酷这单身汉的心情 有谁知道 好在小酷还有个心理慰藉 那就是霸气的新爷 所以当我听说甜心在墳店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拍主播神探时 小酷二话不说就去了趟大横国探我女神的班 瞧瞧这顺眼轻松的可爱模样 小酷都快被萌化了好吗 不过我说新爷啊 这次你微服私房 是单纯的来看爸爸妈妈呢 还是准备客串一把演个角色呢 今天没事过来溜的一圈 来导个戏 那会不会越晒越黑啊 反正这次挺挺接地气的 你说在大街上 就黑了八戒都很 那你也就是会不会在这个戏里面露的电影 考虑过 考虑过看如果有需要的话 对 甜心现在更愿意当导演 对 经常把导演从桌子上给请下去之后 导演说来你来一导了 甜心坐在上面吹着风的书 看能练习 哎呀果然心爷就是心爷 你一上来就要当导演 但小酷还是慈心的 想你上爸爸回来了第三季 因为那样才能长时间看到你 有第三季吗 应该有 还没有 还没有泡出橄榄枝 然后网上还有传闻 说爸爸自己 爸爸去哪儿也会邀请你 看看心爷吧 因为心爷现在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大家看看他愿意去哪个 我们就听他的嘛 对 毕竟 现在已经完全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的 一个判断能力了 有顾全娱乐 新年已出手 头条肯定有 等电报道